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郝卫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一件切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讲 也挺惨的,因为这位印度的选手 你知不知道他被称为国宝级的金牌希望 很不幸地 他用了几个方法,都不行 这位是率交选省 叫做Fougat 他今次作出几件事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超重 真是很少了,一百克而已 一百克 都不过不了,没办法 一百克就是一百克 是吧 一百克就是一百克 原来他之前已经击败 很厉害,94年胜了 寻求是衛冕冠冠军 就是日本的女神 很厉害 都是女神级 还有要战胜 欧洲前冠军乌克兰 叫做The Ranch 还有范美运动会冠军 来自古巴的股市民 并且闯入金牌子 不过 不过 在赛前,你知道过榜 全部都过榜 就是因为超重一百克 最终取消资格 他已经是团队用尽一切方法 你知道他的体重也超过了 当然他就不再评论了 也说请大家尊重他的私隐 希望大家集中在其他地方 原来印度奥委会也发了声明 就是说凤姬在金牌子之前 两次过榜都是超榜 便租到取消资格 原来他们说 100公克而已 即是很轻很轻 但轻就是没办法 都是一样的 他是用什么方法呢 一就是 排汗 就是脱了水分 第二就是剪头发 会再剪多一点就好一点 可能他真的没想到 剪过缸头可能可以 因为他的头发很厚 他是不是身边的团队没有测量得很精确 我觉得是 他用什么方法呢 看回原来他 在之前进行了三场比赛之后 他的体重就被发现比正常 有所增加 所以他就是 早上早就开始 本来他第一次过榜成功过榜 而营养师也计计出他可以涉取 是大概1.5kg的水和食物 比赛结束后他还喝了少量水 但印度媒体 亦都说他用了很多方法 整晚就是跳绳 慢跑 还有 就是 踩单车 用尽一切方法 包括剪头发 还有 衣服也是选择一些轻质的 材短的衣服 但仍然没办法令他顺利过榜 在前民众就说他 就是我们印度唯一的希望 是真的唯一的 对不起 现在他的媒体 都觉得他就是唯一的希望 除了因为他出生于名牌的 率交家族 其实电影有个叫 《打死不离三妇女》 这个主角的原型 就是 原来这个主角原型 叫 Mahavi Fogga 他训练的两个女儿 Fogga-Sixter 是明星级的选手 原来 Vanish 即今次剪短头发 不断地减绑的 就是他们的堂妹 由于 算是这个名牌 的一个家族名门之后 由于他父亲早世 至少由他的伯父 就是那位 Mahavi 培养他和训练他 去年在印度的摔割界 Metoo事件当中 是挺身而出抗争的 现在奪禁的希望 彻底破灭 他也挺厉害的 莫迪 直接打电话 向国际奥委会撕押 他就说 一百客都不让我过 提出强烈抗议 但真的没办法 我想他过榜时 可能 都已经将全部 该是 不要的都丢了出来 我相信就是这样 也是过不了 也过不了 依照规定 这位forget 就是 除了失去奪金的机会 纪录上的排名 亦将 在所有参赛选手当中 垫底的 股市民 即是这个股巴选手 就是 逮捕金牌战 看回无缘金牌战 他 也很糟糕 他就说 不是再接再来 他直接宣布退役 直接宣布退役 实际上 你说整晚 要是排汗 也都剪短头发 衣服也是换一些轻质 也不行了 我相信 就真的没办法了 他就直接宣布退役 他说 摔交击败了我 我输了 请原谅我 你们的梦想 我的勇气 都被打破了 现在我已经没了力量了 再见了摔交这项运动 他同时 已经向 奥运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诉要求 举行紧急听证会并且 将他 列为银牌 你犯了亏应该也不行 是 因为此时此刻我们都看不到 他说把银牌给印度 即是这件事 不行就不行 这个也是 没办法 他就说赛前突然变重 这件事真的没人知道为什么 还是你营养师 再说一次 为什么 我们说过奥运村的东西 如果不够鸡蛋 不够那些 碳水或者其他蛋白质 他真的计算得很精准 不是说好不好吃 所以上次那个是日本籍 奥委会的一位官员 他说你不是萎色 美食 不是是不是美食问题 是他需要有这么多东西给他吃 是 因为他计算得精准 是会影响作菜的表现 现在过往也可能影响到 没错 所以你说有没有用 当然有用 这些食物当然有用 你连他们就不是要好味 要这个旧 蛋白质和碳水旧 再看看 原来 印度首席医疗官 他也说 蜀胶运动是通常 参加的 重量级别 低于他们的自然体重 这样 令到他们带来了优势 因为 他们要 和没有他们那么强壮的对手对战 减重过程包括有计划这样限制饮食 在锻炼和桑拿 那里是蒸汗出来 直到早上是 称重的 他们的首席 营养师这样说 但是 计算会有偏差 也不出奇 因为他们当时营养师就计划 可以了 在这段时间 我们减到磅的不用担心 他的教练也启动了正常 的一个程序 很自信 一定可以减到磅 结果就是不臭 结果就是不臭 这个就没办法了 当然他就上诉 其实 因为奥运已经结束了 看来那块银牌也没有给他的 看来那块银牌也没有给他的 这位 阿姐 他赢了三枚英联帮运动会金牌 两枚细赞同牌 一枚是亚运银牌 2021年也成为了亚洲冠军 这是他第三次参加奥运 也是最后一次 说回印度 其实十四亿人口 这次也没有得到金牌 印度 这次巴黎奥运 你知不知道是他们 立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队伍 但是 大规模 就不代表你全部都可以 人多去参赛 不代表一定可以 所以现在那些人还在笑 中国有这么多人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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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 因为有些网民 就弄了一个 榜单 包含了台湾地区 和香港 当然 包含了 那么肯定是 赢了美国 但是这些全部 是网民 甚至 有些人说 小粉红 这个 那又怎样呢 其实中国官方 从来都没有说过 不禁忍 是 开心的 你看到全部 都是 欢乐 长和 明明是你们 老屈他 有小粉红 不开心 那就是那些小粉红 你看看国家怎样 跟他们说 感谢 因为这次是海外作赛 最多拿金牌 就是这次 除了北京奥运之外 北京奥运本土 2014年 正式 这个芭蕾奥运会 就落幕了 那么 拥有世界 最多人口的印度 就以一银五铜 没有金牌 进场 排名71 说真的 事实上 香港和台湾地区 都高过他 同190年年 第二届奥运参加 到现在 124年后的 巴黎奥运 其实印度 只是拿了 10年金牌 印度 政府对于 这届奥运 期待很高 当时 他们叫做 青年及体育 事报部长 就是发了 新闻稿 给全球各大媒体 就说这条是通往印度成功之路 因为我们 有117名运动员 组成印度立国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 奥运代表团 队伍就抛 70名的 男子运动员 和47名的 女子运动员 参加 69项的 奥运赛事 争夺95面 奖牌 他们的 奖金有多少呢 都 挺厉害的 他们这次 当然 有巨额资金支持 都挺厉害的 30 几亿 港元 加上 投入了 都挺厉害的 你知道莫迪 其实他不高寒 我再说他不高寒 他一扔钱 他会写的 但你一定有成绩 莫迪 因为他要让别人看到 我是行的 印度的运动员 亦都准备在全球的舞台上 暂露头 但是 在高度期待之下 金牌是零 其实统计 印度在本届奥运赛事当中 六面的牌 田径男子标枪 是银牌 蜀角 男子自由式蜀角 是57公斤 他们这个也挺厉害的 是铜牌 男子曲棍球铜牌 射击50公尺 这个是50公尺 步枪三支射击比赛 是铜牌 以及射击混合团体赛10公尺 手枪是铜牌 还有射击铝子10公尺的手枪 也是铜牌 我记得他们的 世仇巴基斯坦 反而 刚才说的标枪 反而有位巴基斯坦的运动员 拿了金牌 那么厉害 而且他 穷得 只是用目标枪去训练 记得吗 他也是要人籌款给他才能卖到的 对 当然 巴基斯坦的经济实力和印度仍有差距 虽然 这些军备也不错 但是 始终 人口大国 印度就是现在当世第一大人口界国 印度本届的奥运表现 其实比上届还差 上届一金两银四同七年奖牌 并且排48 今届排70多 印度亦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所以与经济没有什么直接原因 与印度亦没有什么直接原因 新西兰不是很厉害 新西兰只有五百多万人口 但是十面牌很厉害 如果继续保持这个增速 其实他可能会过到日本和德国 你知道日本和德国体育也很厉害 今次也是排前十 日本第三 是的 但是印度亦是比较差 不是我说的 这是印度媒体的失望 所以今次这位姐姐 他拿不到牌 其实他自己很失望 亦都很大压力 因为全国觉得 其他人不行 你都说可以吧 因为厂也有决赛 结果都不行 当前印度经济增长是厉害 主要得益于 是人口红利 但是 人口红利也不代表 体育台上是可以的 因为 体育这方面 说实际上是有钱也不代表是可以的 我们之后还说各个国家是很有钱的人 人均的收入多于印度 是很大压力 也一定是有钱的 钱 可以完全是 一元钱你都不放进去吗 没错 没错 其实印度的体育基建仍然是一般的 而且有些赔分体不够完善 所以 盲目自信 他说什么成功之道 其实不应该这样 我觉得 不应该这样 你说还没拿钱 可以 中国还没付钱 印度也有很多钱 印度也扔了很多钱 你不要说 他这个钱数 470亿奴比 470亿奴比 你看回整个数 其实 四十几五十亿 港币 不少钱 但他始终因为人多 所以你计算 其实也不是很多 是的 但是 你知道 事实上 都是那句 付钱是否真的成事 不是的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拜拜